海豚的原文Dolphin 意思是海中的灵魂 这些海之精灵会因为不明的原因 搁浅在岸边 台湾每年约有七十起的 金豚搁浅事件 有一群人就是这些海中精灵们的 急诊医师 今天我们就来拜访 长期投入金豚搁浅救援工作的 象哥和他的家人们 早上五点 象哥赶往宜兰武捷乡 准备将昨天活体搁浅的 猪乳抹香精也放 但奄奄一席的金鱼 在注水保持的沙坑中 已超过十二小时 终究敌不过死亡的命运 在岸上会紧张 待太久 因为昨天没有办法 因为昨天浪太大 我们要送它出海 所以我们一早 今天风景浪静 想送它出海 结果它就刮 象哥说 池中的暗红色液体 正是金鱼离水太久 而且长时间处在惊恐状态 所排出的嗅涩粪便 现在宜兰台风过了 就停电 停电就为了 我们的救援池 没有办法灌水进去 很衰 如果说昨天那个池子是OK的 让它进了池子 它就不会紧迫 每一次救援过程当中 遇到这种状态 我心情都很烂 因为当我也知道 机会不大 因为每一次 池在路上 池在手上 机会很多 可是每一次 我还是不舒服 半小时后 在距离不到五公里的岸边 又传来搁浅通报 那边联络得怎么样啊 那边联络得怎么样啊 那边是什么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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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死的啊 死掉了 死掉了 那里 哈喽那边那边也是死掉的 一起带走 结连两个坏消息 让池哥的心情 几乎跌到谷底 有一半以上的工作 都在收拾 我这样说 因为难免会很不舒服 就是说 如果给我更多的器材 给我更多的一些场地 我可以做更多 池哥年轻时做过导游 关心自然环境 他会跟鸡豚结缘 是因为台大周连香教授 就认识周连香老师嘛 那他在做鸡豚研究 他需要一个跑现场的人 不怕脏 不怕臭的人 不会晕船的人 奇怪 怎么有救人类啊 然后就找到我 然后我就来了啊 就这样 所以我才开玩笑 如果说周连香老师做的是穿山甲 那我现在可能在做穿山甲 如果他做的黑熊 我应该在黑熊 如果万一他在做蚯蚓 我不确定我会来 其实相哥的工作很多元 除了鸡豚解剖外 还要经常出海 进行中华白海豚的生态调查 这让相哥感到吃重的工作 是24小时待命的鸡豚搁浅救援 全天无休啊 然后任何时间都可能 会有一个电话打过来 如果说今天你们不要说现在 如果说今天早上你们来的时候 然后正好有搁浅通报 我可能就问你说 有搁浅通报 你要选择跟我走 还是留在我家拍我家人 我会去处理 对 会 我会这样做 这个袋子是湿袋啊 专门装海豚的 对我来说 其实藏仪色用的也是类似的东西啊 等一下 先撑起来 相哥是中华鸡豚协会的搁浅救援专员 但要遇上鸡豚活体搁浅的几率并不高 大部分在北部搁浅死亡的鸡豚 都会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进行解剖 这支是一支诸如抹香精 然后昨天在台中搁浅 那搁浅的时候 听说 听当地发现报案者说 他是有 是有母子 对 就是有一只大的 有一只小的 然后他们尝试把他推出去 结果大的游出去 他又被海浪拍回来 那后来在抢救过程中死亡 所以我们就只要把他带回来 那我们等一下把他解剖看看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支很小 这支在幼年而已 你牙齿都没有 牙齿都没有长出来圆圆的 牙齿都没有长出来 那个 解剖鸡豚的目的 除了要厘清死因外 也供学术研究 因为鸡豚属于保育类动物 学术研究用的肌肉与内脏样本 只能从搁浅死亡的鸡豚身上取得 我现在在处理的这个是 从备长鸡这一块我要取六块 六块连皮带肉的组织 那这个主要是测重金属 它的重金属 身上的重金属含量跟毒物的污染 解剖工作不但费时又费力 还得忍受呛鼻的腥味 若遇上死亡过久或生病的鸡豚 更有遭到感染的风险 就是它有次关节痛去医院看病 然后那个医生觉得它痛疯 应该是痛疯就对了 但是实际上我应该都不觉得它是痛疯 为什么 因为就是海豚有种病是不死感菌 然后它通常是有一个特别的种类 跟人的不死感菌不同 可是通常感染之后就是关节会痛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它得了 对 但是后来它还是去现场 那五个多就好忘记了 反正它就是后来 一个月以后 对对对对 但它中间都还是去现场 即使是死亡搁浅 为了确保样本的准确度 相哥也会尽量赶往现场 并在12小时内完成解剖 因此它随时都备好了救援 与解剖器材 所以是重点 如果说比方说现在接到电话我在上面 我下来鞋子换了我就出去了 出去就有一个 我们有个冰桶 然后 这包里面就有一些备用的一些衣服 裤子 这里面有出去要填的单子 还有紧急用的解剖用的刀子 鞋子在这儿 还有袜子 然后还有临时要用的束带 这里有一套 然后 我有一台割险专车 三轮半的割险专车上面有一套 实验室里面有一套 因为我并不确定说 你正要出去的时候是开哪一部车 或者是怎么样的排列组合 这份工作得24小时全天待命 而且随时出差 像哥没有带班人 能够持续全靠他的使命感 在这份工作来说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他的薪水定不高 那么愿意 Promise你说每年365天 遇到哥姐姐跑到现场 而且还有这个能力的人 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 像哥这种不定期 又不定性的工作节奏 让家人抱怨连连 宝娃出差程度一直都很高 他做工作很平 有人找他 他就要随时stand by 然后随时要冲出去 有时候最讨厌就是他今天晚上 家里好像都已经变成 hotel这种性质了 又回来吃个饭睡个觉 明天又是三天 我们有一次中休节 去姐姐家烤肉 然后 开车开开开开开开到一半 然后接到电话 哦 那你搁浅 然后就把我们送到我们的目的地 就丢在那边 好 你们去烤肉吧 我走了 他就走了 这种事情 发生很多次 很多次 当老婆小孩偶尔抱怨像哥 都为了金豚抛下家人 临时出走的时候 家中地位最高的阿嬷 会替像哥说话 对啊 人家心生吃那种烤肉 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 要负责多少钱 人家发生就走 对不对 阿嬷其实是像哥的岳母 当初立纯为了就近 照顾年迈的母亲 而举家搬回北投 那我们家四姐妹 那都是女儿嘛 那有一个 家里有房间 那有一个人陪他住 也还OK 像哥的父亲早逝 母亲跟着大哥移居美国 他很愿意跟岳母一起住 只是老人家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我这种人就跟你说 吃人没人吃的 我一条 最后没人吃的 四五个菜 还有一个汤 他们吃的 不错 我都觉得这样 比较老了 让他们吃了 对 他就回来 替大家煮晚餐 是阿嬷的坚持 他往往在晚餐前 两小时 就开始张罗 这种 冲冲的 他就回来 切一切 然后煎人 我都喘喘 我没上班 我就疼苦了 让他们上班 让他们上班 回来 帮他们 给他们家 就好了 阿嬷两年前 动过心脏手术 体力大不如前 即使大家都劝阿嬷 没事多休息 但坐不住的她 总想着帮家人多做点事 他不能过度操劳 医生也讲过很多次 但他就是坐不住 停不住 属于家屋类的东西 他一个人在家里 他就会去磨 他就会去碰 那就一直做 做 从早无聊想到 就做 做到晚上 然后每次都搞到他 累个要死要活的 温滚了 怎样 流汗 流到屁肥 然后 哭哭 怎样 我现在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就不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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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不让阿嬷太过操劳 莉纯常常是赶着下班回家 接手妈妈的工作 妈妈你用好 你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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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纯看到妈妈 满桌的备料 忍不住开始抱怨 我们家我妈煮多煮习惯了 她一直都怕人家吃不够 她希望大家都吃得够 所以今天现主你说有七道菜 她吃得完吗 我们吃不完那么多 简单啦 简单住住 阿嬷的简单跟我的简单 基本上定义不好 剩菜带便当 我们办公室没办法装便当 我们办公室没办法装便当 对 我办公室没办法装便当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我今天到办公室 通常有割钱 那我便当有办公室 平日的满汉全席 一到周末就变得朴实简单 不需要出差的假日 几乎都有向哥接手煮饭的工作 偶尔就会我做 我这种简单的 我大概都做 今天其实也不是没有太多取军 我以前 以前在家里的时候 你夜饭都我煮了吗 向哥准备的午餐 完全符合他讲求效率的个性 不到三十分钟 就完成了简单的炒面 看不惯的阿嬷 则是在一旁要求加菜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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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插菜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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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 是从事金屯搁浅救援 已经二十年的向哥 不需要出动救援的日子 向哥都会待在台大的 金屯实验室里制作标本 先骨肉分离啊 骨肉分离有很多种 一种是用刀子慢慢削掉 泡完刷完水之后 就会变成这样 那上面还有一些肉啊 碎块什么 那我现在慢慢把它剔掉 剔掉以后要泡去脂油 正是一对那个 平比海豚的凶器 是这样的 这是他的 类似这个样子 标本制作枯燥又单调 需要相当的耐心与专注力 还蛮适合修心养尽的 就是慢慢地做 反正 人家说这个长命功夫 长命错嘛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反正 割浅金屯大概 大概 大概一直都会有 就是这样的 慢慢地做 长时间待在实验室的向哥 以至于身上偶尔会有难闻的消毒水味 除了气味之外 他还有个让老婆难以忍受的问题 我常说你怎么把衣服搞得这么脏 这么难洗 他说 就工作嘛 他不管他今天是穿了西装还是工作服 他工作他就是趴下去 他就是蹲下去 他就跪下去 他就跪下去 反正他工作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管 像哥的衣服时常沾满了金屯的血迹 与岸边的细纱 为了消除这难闻的气味 他只好先将衣服用特殊的洗剂 泡在工作室外 我就说 我就说 我觉得这蚊条会很像水沟的味道 我现在用清水把它 把它过过一次 然后这样子 就可以回去弄洗衣机 我老婆就不会骂我 这个泡了四天了 本来我没有要泡那么久的 就是因为这几天连续割浅 我就没有办法来收 才刚把两只金鱼送回台北 准备解剖时 竟然在宜兰投城 再次传来活体搁浅的消息 很久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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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我们刚刚有试着 帮他出去两次 出不去了 没有 他跑到一半 就回来了 我也知道 想知道 他是想要出去 想要出去 有那种的迹象 但是出不去 对 心跳呢 呼吸 为了送搁浅的 诸如抹香精回家 向哥和伙伴们 必须将重达 200公斤的鲸鱼搬上货车 并前往苏澳港搭船出海 OK吗 来 准备上车了 一起走 一 二 三 他现在会紧张 他在紧张 没有水 没有水 我请邻居去拿 他在装水 OK 离开岸边 无法保湿的鲸鱼 开始焦躁不安 幸好住在附近的居民 听到搁浅消息后 开始刺发性的动员 热心的搬来 大量的水桶 好 多一点点在背棋尾棋上面 阿姊你坐这附近吗 对 我坐这间 拿水的真的会很感动 不太容易 看到提升 他就过去拿水 后来跟他说 水桶等一下还你 没关系 那个水桶很多 真的是一种 想办法 想办法去救一只动物的感觉 很好 转弯 让他头先上 来 放往下 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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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撑住 你放手 若鲸鱼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 便可能不愿呼吸 而窒息死亡 因此每一次的搬运 对鲸鱼来说 都是致命的惊吓 一 二 三 为了安抚鲸鱼的情绪 相哥也不断往他身上泼水 好 OK 好 水桶 水桶拿上来 三哥你叫他们怎么 还有那个水瓶也拿来 泼尾棋 泼尾棋 金屯它散热的 最主要就是背棋跟尾棋 所以这两个地方一定要保持湿润就好了 好 这只就是很传统的那种 那种猪螺某相亲的个性 它只要一流水它会紧张 那时候就给它水 给它很多水 然后慢慢把它扶正 就看它尾巴 它尾巴原本是很紧张的 这样半翘的 我看它尾巴放下来了 它安定下来了 赶快做下个动作 叔叔 可以走 可以走 好 救援时间分秒必争 好不容易抵达了港口 却因为设备不足而无法让鲸鱼及时上船 不可能吧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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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担架不无法吊卦 鲸鱼必须再次透过人力搬运的方式上船 而热心前来帮忙的渔民 反倒让现场更加吵杂与混乱 导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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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他还活着喔 等等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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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下去 走 水給他 沒關係 沒關係 水給他就好 給他水就好 幾番掙扎與反抗 讓鯨魚傷痕累累 上船後向哥立刻幫鯨魚做健康檢查 泡盡眾人之力的鯨魚 索性沒有大礙 這時的向哥才終於露出 久違的笑容 屬於深潛行的豬乳抹香精 需要在水深超過一百米的外海 才能掩放 一 二 三 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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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像這一隻的話 就很明顯我在那邊看了一陣子 就船尾五點鐘的時候 我就看它出水面 然後大概是四下還是五下 然後就再 然後下去以後就看不到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還好 要是這隻再死掉 我大概會心情不入三兩天吧 總算有一隻 總算不要說每隻都死掉嘛 好歹 救我 偶爾也要有一點點振奮人心的事情 要不然真的 真的很難撐耶 我一直死掉一直死掉 明明知道他死掉的機會比較大 總覺得說 你不要一直死嘛 這樣很難過 大量投入資源與成本的救援行動 其實成功率不到兩成 這讓相哥的工作曾經備受質疑 野生動物之所以受難 不管是割淺也好 有很多時候它是因為人為的 因為人類的文明過分發展之後 常常讓很多的野生動物因此而受害 我覺得人類必須對自己贖罪吧 有些事情自己造成 那我們總要去做吧 他不太可能說今天我做完了以後 那地球就有救了 可是問題是如果說今天大家 因為這個點開始看到 覺得每個人他在每個角度 多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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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球就會有救了 由於相哥的出差頻率很高 使得家中的大小事幾乎都有利純一手包辦 結婚有小孩之後 我跟外界的生活是差別很大的 我以前同學找就走 常常去跟朋友聚會啊 你要逛街幹嘛的 可是我結婚之後 我不要說犧牲 我就是花在家裡的時間 應該是百分之九十有 自己的時間非常長 作為一家製主的立淳 相當在意兒子的課業成績 兩人經常為了成績有所爭執 我媽媽很在意那些數字 像我英文有時候考爛了 她為了計較那一分 氣我一整個晚上 然後但是阿嬤爸爸都勸她 她就不行啊 我會唸她會幹嘛 不喜歡聽的時候 她就進房間門一關 她就不理你了 她在裡面幹什麼 完全不會知道 她有沒有寫功課 她在玩3C產品 母子倆只要提到課業問題 衝突幾乎是一觸即發 她只要回家沒有看 我拿著書文在書桌上 就一臉臭臉 那是我太累了 不是我臭臉 我每天 你表情也算了 你連口氣都很奇怪 你知道嗎 是嗎 會 眼界母子衝突越來越激烈 這讓相哥不得不居中協調 之後剛剛開始的時候 如果說真的 我兒子太不像話了 我會直接支持他 讓我在私下跟我太太說 我覺得你剛剛這樣子溝通 有一點點問題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 我不在乎那個 只要你把英文跟國文都搞 我已經不要求別的了 很現實的問題 分數就會講話 分數不會講話 會 他只要實力 他認不出來 數學本身就有很多東西 包括幾何 包括代數 還有很多東西 所以說如果說 也許他的代數很爛 也許他的幾何會不錯 所以你不能用一時的成績去看他 而是去看 相哥雖然口頭上與力淳有些爭執 但他其實很清楚 家中衝突的源頭是來自於自己 那樣子 經常不在家 然後很多家裡的事情 其實我沒有辦法去 去顧得很好 那相對著我太太的那個 要負責的工作 要負責的事情就會變多 變得比較煩 我對我的老婆有愧疚 我真的覺得有愧疚 其實她花了很多力氣 去包容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常常突然間不見的老公 那我覺得我對我的孩子 有點也很愧疚 因為很多時候我不在 為了分擔力淳的壓力 只要相哥在家的時間 他都會主動做家事 每天早上還會主動送力淳上班 就是站捷運的距離多遠而已 這種路的感覺上是這樣的 走路有一點點 有一點距離 坐捷運很好笑 然後就變成這樣 那開車不好笑 開車很好笑 開車也不錯 他們車子動不動也不好 每天動一下熱車一下 給老婆一點小小的福利 立淳上班的地點 離家約一公里 步行時間僅需十分鐘 雖然距離很近 但相哥每天早上 還是堅持開車載老婆去 天然氣公司上班 今天是立淳娘家的年度旅遊 一大家子四十人 浩浩蕩蕩地來到武林農場 這次家子旅遊離上一次是兩年 那因為去年我媽媽 動了一個心臟的大成果 然後身體越來越不好 那我們希望她在她的一生之餘 多陪她出來玩 然後她喜歡跟她這些子女兒 孫子類的這樣子一起 她會很開心 有啊 有高興啊 這是不用補料一定好 它很舒服 大家出場高興啊 對啊 到這裡聽說 我們真的出場高興啊 是的 協會啊 實驗室其實都還有一些人 他們可以處理啊 早點告訴他們就是 我還是有開機 但是沒有接到 所以應該沒什麼事情 相哥總是精神抖擞 他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 卻在放鬆旅遊的這一天 身體發出了警訊 對 她現在 她說她有一點肚子酸痛 對 肚子酸痛 我昨天晚上回家 以為是她有一點筋骨酸痛 對 可是現在我覺得有一點症 不知道等一下 看看有沒有地方買那個 節熱 因為她體重比較重 我就給她三個 平常我自己吃兩隻 就是有點狀況 我就吃兩隻 大家都勸向哥回旅館休息 但他堅持抱病陪老婆走走 他希望能在武林農場 為麗純留下一些回憶 煙生瀑布就叫做癮瀑布 其實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可是有點小眼 他們有到潮山瀑布 那我個人覺得很可惜啊 武林農場我們兩個 這輩子來的機會 或者一起來的機會可能很少 那既然這樣子 為什麼不想辦法把它騙上去啊 我相信我現在如果不走 他一定會不走 向哥撐著疲憊的身體 和麗純走了兩個小時的 登山步道 終於趕在太陽下山前 見到了夢寐以求的 桃山瀑布 有那個食物 要 有 有 我上次來沒有走到 這次來跟老公來一起就得到了 很開心 花山比較累還是哥 舔鯨魚比較累 哈山比較累 因為舔鯨魚像活體 其實我就是跪在旁邊 一直潑水一直潑水一直潑水 那其實沒有那麼喘 花山好喘 累 你累了嗎 其實相哥希望自己能像家庭緊密的領航金一樣 領航金出海都群體行動 再怎麼累 能跟家人在一起 一切都值得 誰來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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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晚餐